今天我们依然是讲净土缘起的第七门 就是为什么说净土 是显现它的大圣方便 所以 今天的这个法 相对来讲很简短 可是非常高妙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聚精会神的功夫拿出来 什么是圣方便呢 我们常会讲到说 净土法门是靠它力多 然后又说要靠自力去赶它力 二力结合 总之是靠自力很难 如果再往高白一个看 就是说这个圣方便净土法门 既不是自力 也不是它力 因为平等法中没有字也没有它嘛 那靠的什么呢 就这个自信海中的力 就这一个力 自也是力 它也是力 既不是自力 也不是它力 就是这一个力 本句的自信功德海中 具有如此的功德 一切现成的 极乐世界也是现成的 弥陀愿力也是现成的 娑婆苦海也是现成的 我们正在轮回还是现成的 一切自信功德海中的现成 具足了这个力 所以才能就说 一句圣号 拿摩阿弥陀佛 再不要有第二句话 再多一个字 十念就能功成 顿超三大阿僧奇节 这样的法 为什么阿弥陀佛可以拍着胸脯子说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释迦牟尼佛说 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与诸盛众现在齐前 所有的这一系列 打包票的功德 全部源于自信海中的本具功德力 这就是净土力 借力 所以 就打个比方 好像我们常说 说这个千里长低 溃于乙学 就是一个蚂蚁穿过去的一个洞 就是说败坏它 山与山之间 连着的这个蓝水的大堤 但是真正蚂蚁穿过去的一个洞 就能把这个大堤坏掉吗 是蚂蚁的力量吗 绝不是 是什么呢 是水的力量 我们现在说的自立他力 自立其实就等于 说是蚂蚁的力量 实际上 是信海中的功德力 就是水的力量 所以 这里有一句话 总之皆是法界信海 无作无为 不思义力所限 无作无为不思义 才是最大的力 一切功德从中而现 非自非他 一切具足 才有如是的殊胜方便 往生净土 所以 你看说是 净中之净 结中之结 就是最快的 里面的最快的 最近的其中的 最近的 舍此不休 是真与痴 这是我们今天 讲的大胜方便 第七元起 第七元起 感谢观看